在戴宁关线时天气 中央呛举表示今天开始到明天清晨 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 加上水气多 水北部 东北部整天都会湿冷 低温会下滩到12度 而且呢 因为这个强风加下雨 部分沿海空旷地区 体感温度可能也只剩5 6度 现在正值流感高峰期 医师是提醒抵抗力差的民众 要留意天气变化 避免中标 由于这波冷气团 水气充足 温度也够低 抢局表示玉山和欢山的 3天公尺以上的高山 都有降雪的机会